男孩正在小心翼翼地排泪 突然因为恐惧吐了出来 队友见状想上去帮忙 因为呕吐物触发了地雷 男孩的双臂被炸得粉碎 撕心裂肺地疼痛传来 海边不停回荡着他的哀嚎 他们是谁 为什么要在这里排泪 这是一部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 一经上映就获得了8.7的高分 揭露了战争的残酷真相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后 丹奈的海岸上还残留着 德国兵曾经埋下的上百万颗地雷 为了解除这些隐患 德国战俘被迫成为活体探测器 尽管其中大部分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军方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培训排泪 没有任何防护 教的也很简单 只是说了几句步骤 就让他们拿着地雷实弹演练 这样发生事故的频率可想而知 而丹麦人才不会管这些 因为在他们心里 这些男孩的生命就和蟑螂一样 来不及悲伤 男孩们就被分成小队压往雷区 负责押运的中尉极度仇恨他们 因为战争时他的妻子就死在德国兵手上 一个俘虏想要试图劝解一下 结果反手就被一拳打倒在地 中尉恨透了德国 恨透了这些曾经占领他家乡的人 如今男孩们落在了他的手上 下场可想而知 很快中尉带着小队抵达沙滩 这里总共埋着三万颗地雷 军方承诺他们 只要每天排掉五十颗 半年后任务结束就会放男孩们回家 而在这里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排位 而是生存上的考验 他们每天两点一显 白天在沙滩上拆地雷 晚上就被牲口一样锁在小黑屋 连大小便都在里面解决 一天工作结束后 安迪跑来向中尉索要食物 结果却被告知军方根本没有提供 因为在丹麦人眼里 他们是曾经侵犯丹麦的罪人 无论是被饿死还是炸死都无所谓 到了夜里 一个男孩实在太饿了 于是他决定偷偷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 结果第二天 他们的身体就出了问题 男孩们全发烧了 但中尉却依旧不肯让他们休息 在强权之下 他们就像只小鸡 连口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返回滚烫的海滩上 继续拿着铁棍一点点插入细沙 有个男孩突然好像闸到了什么 他用手慢慢把沙子扒开 里面是一颗地雷 先小心翼翼地取下盖子 然后再用巧精慢慢抽出里面的隐形 这样一颗地雷就拆除完成 可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 一个男孩在排雷的时候 突然狂偶固止 安迪发现一场想要上前 地雷突然爆炸 男孩被炸倒在地冒出滚滚浓烟 好在他没有死 但爆炸让他失去了双臂 情况不容乐观 男孩必须马上得到救治 同伴们连忙上前 将他抬到了中尉门口 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男孩不停喊的妈妈 不停喊着我要回家 听到这些 中尉终于坐不住了 他给男孩注射了一支麻醉剂 那是他留给自己的 渐渐地 男孩感觉不到疼痛了 随后中尉又叫车带男孩去卫生室 坚硬冰冷的心 似乎在此时有了些许融化 没过多久 男孩们的身体都出了问题 各个腹痛不已 中尉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男孩主动承认错误 他说昨晚因为太饿 不得已去偷了牧场的饲料给大家吃 结果却没想到导致大家生病 而中尉却觉得没那么简单 正常的饲料怎么会导致大家呕吐呢 中尉立马来到隔壁的牧场 询问农妇牛草里是什么饲料 而农妇则一脸坏笑 原来他早就猜到 这群快被饿死的男孩会来偷吃饲料 所以故意在里面掺了农药 只要吃了轻则生病重则丧命 得知病因后 中尉让安迪打来海水 让每个人都催吐出有毒的农药 男孩们这才捡回了半条命 纷纷疲惫地睡去 随后中尉来到军营 询问被地雷炸伤男孩的伤势 结果被告知伤势太重已经死亡 可能是因为愧疚 中尉偷偷拿了一箱食物回去 这是几天来男孩们第一次吃到的东西 他们狼吞虎咽吃得特别满足 吃完饭后中尉为了稳定军心 谎称被地雷炸伤的男孩已经得到救治 并且还被送回家乡休养 于是天真的男孩们又一次开始憧憬未来 然而就在排雷的时候 专门用来对付工程兵 他连忙提醒其他人注意 小心 这是鬼雷 可海边的风实在太大了 杰克没有听到 就这样地雷引爆了 看着滚滚浓烟 弟弟约翰跑上去呼喊哥哥的名字 然而却无人回应 哥哥永远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 中尉闻声连忙赶来 他让男孩们将弟弟扶回宿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男孩的生死已经能够影响到他的情绪 自打这起 中尉便不再将房门上锁 而且还会定期前往军营 为他们偷偷拿回食物 过了一段时间 男孩们在沙滩上排出了第一片无雷区域 为了给他们放松 中尉特地举办了一场足球赛 男孩们尽情地自由奔跑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 而就在这时 一声爆炸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 牧场农夫的女儿误入雷区 只要走错一步地雷就会引爆 安迪见状连忙爬下用铁棍探路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而约翰却静止走进了雷区 脸上没有丝毫恐惧 耐心地安抚好女孩后 交给安迪报了出去 而自己却待在原地不动 他回头看了一眼 曾经炸死哥哥的沙滩 因为哥哥惨死 他丧失了活下去的动力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向雷区深处 死亡的阴影再次笼罩在这片沙滩上 看着情绪崩溃的男孩们 中尉安慰道 只要排完地雷 军方就会放他们回到家乡 过了半年 这片沙滩的地雷都被清扫干净了 男孩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他们一边将地雷装上卡车 一边聊着回家之后的理想 而就在这时 突如其来的一声爆炸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 黑烟四起尸骨无存 归心四剑的男孩们瞬间被死神带走 清理完残骸后 最初的十二人小队只剩下了四个男孩 他们坐上卡车 以为这次终于能回家了 愿望难道真的能实现了吗 而现实却是冰冷的 军方把他们带到了更大的雷区 让他们继续排雷直到被炸死 原来让他们回家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谎 男孩们被骗了 中尉也被骗了 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军营 试问为什么不遵守约定 而上次却告诉中尉 这一切都是军方的安排 他们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德国人活着离开他们 如果中尉继续纠 他就枪毙剩下的四个男孩 这一刻 中尉心里的石头似乎被融化 他偷偷擅自篡赶了名单 将似的男孩从雷区调离 然后自己接走他们 随后将车开到边境线上 他要信守承诺 他要让幸存下来的这几个男孩回家 男孩们拼命地奔跑 跨过这片草地 他们就能回家了 目睹过一次次地雷的暴涨 周围渐渐放下了国恨家传 他的内心也渐渐地有了温度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地雷区》 曾经获得过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他用孩子的视角告诉我们 发动战争只需要一时的仇 而结束战争的代价 却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生命 战争终究会结束 但埋在人们心里的地雷却很难排除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请让我说给你听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见